道理愈讲愈明白,真相愈滑愈清楚,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欢迎来到愈讲愈有理,我是石头,还有我的拍档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来自中国大陆,又或者是服务器在中国大陆 同时又是由中国人掌控的社交媒体 由于近日无论是中西方的媒体,又或者是中国以外的政府,还有民众 都谈论得非常之多的就是目前在年轻人里面广泛使用的一个社交平台就是TikTok 中文就叫做抖音,最先禁止使用TikTok的国家就是印度 由于TikTok存在安全问题,其实在美国联邦一级 已经是有很多禁止的条文出来了,目前还涉及到儿童的讯息被盗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已经看到证实了的消息就是TikTok现在正在出售海外的资产,和微软在谈判中的 除了TikTok之外,还有微信,视频会议软件,Zoom都有所动作的 我们今天来谈谈这方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特别在美国,为什么要禁止他们运作呢? 是的,最近这些社交媒体的讯息成为大家都是谈论的很主要的一个对象 好像突然间你就是和中国有任何关系的社交媒体都出现问题 而这些媒体也都千方百计地想逃离,不想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然后千方百计就是想卖给人,或是想留在美国 这个现象我觉得,或者可以说就是这些社交媒体在全球去共化的过程里面 这一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来的 会不会美国也是因为这一个情况呢? 要清理一下在美国国内的这些和中共有关的这些机构,或者这些媒体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以前也说过,美国现在来说,它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在国内清掉,清掉中共在美国的势力 而这个科技和意识形态,即是价值观这方面的对美国的伤害 美国是第一件事,没有重要过这件事,它要清掉它 所以只会有这么多的有关微信和TikTok的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7月31日公开点名可能会封杀TikTok和微信 8月2日蓬佩奥也说得很清楚,在未来几日 对中国一些软件会采取行动 这些软件我觉得远远超过了TikTok和微信 那如果印度都可以禁 59款中共的Apps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只禁两款呢?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就是这一件事 我想美国不会这么简单,只是选两个来禁 印度禁来自中国的软件,就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常之恶劣 现在发展到,美国如果禁这些软件的话,现在的理由是什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的国安顾问Robert O'Brien 这些人在两个星期前,就很清楚说明 为什么美国要禁这些软件 他主要就说,这些软件能够得到一些 美国公民的私人数据 然后,这些软件会将这些私人数据送回中国 这件事当然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当然,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只是说出了表面的原因 你这么说的话,还有其他原因?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就是TikTok,特别是微信 它是中共很大的一个信息战 微信就专针对是华人 而这个TikTok就范围更加广了 TikTok大家都可能记得 美国川普他第一次的造势大会 当时已经买了票,但结果没有人出席 或者很少人出席,或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多人出席 是因为那些人透过TikTok买票 但他们不出席,这是故意的恶搞 这件事直接参与了,干预了美国的选举 或者选举的造势活动 在这里,稍微澄清一下 川普的竞选造势活动通常是不用钱的 是免费入场的 为什么会在抖音里面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是美国的联邦众议员 来自于纽约的民主党AOC 这个人通过了抖音 呼吁那些人去登记 因为是免费登记的,所以很多人去登记了之后 他又鼓励那些人不要去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报道说到登记的人有成一百万 但最后去的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 所以说抖音干预了美国的选举 这个也是成为了事实 也就是民主党AOC 我认为他直接弄口反拙 本身就是想落川普的面 结果成为了抖音的事实 看来也是AOC做出来的好事之一 他是故意这样做 他受到中共的指示 我们没办法去知道 但是他透过这个媒体 就出了这件事 美国就很警惕了 如果只是这单一事件的话 应该就不够理由在美国禁止TikTok 究竟TikTok和中共有什么关系? 我们都知道TikTok 特别是微信 它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很大的一个工具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例子之外 值得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事务之外 我们经常都收到很多 特别是反川普的讯息 真是多到不得了 透过微信 以前所说的漫画 或者是一些视频 或者一些图画 或者一些文字 或者一些嘲笑的短文 任何认识的 很多人就传来传来 因为觉得很有趣 但是在这个很有趣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影响了大家 比如对川普的看法 也有很多反美的宣传 这个特别是疫情初期 美国疫情初期的时候 说回赵立坚所说的话 美国是病毒的源头 这些东西是很多的 所以是一个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很重要的信息战 你给他在美国的话 他第一个影响了在美国的华人 未必是土生土长那批 是移民那堆华人 包括香港的华人 不只是大陆来的 包括香港的华人 东南亚来的更加不用说 东南亚在他们本国用的就是微信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软件 他用的就是微信 所以这是一个软滲透 这种软滲透 这种软滲透 比中共两三年前 不停在美国时代广场 花大笔的钱 去卖中共软实力的广告 是有效得多 那些基本上 没有人看 也没有人觉得是受到影响 但是这些潜移默化的 透过微信和TikTok 那种软滲透是很重要的 现在因为大选 只有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给TikTok 和特别微信在那里 它可能会影响了整个选举的方向 如果到时候TikTok 出大量的短视频 或者是微信出大量的 这些软滲透 那的确实会改变了整个选举的方向 对某些人群来说 是改变了选举的方向 不许可 如果是影响了美国的大选 那当然是非常之严重 那之前讲的 什么通俄门 通中门 或者之旅那些 烏克兰的事件 这些都是和干预有关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中共禁止 美国的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现在整天都是说对等的 你既然禁止我们的社交院 所以只会有这么大动作 你这么说法也有道理 因为讲的对等 现在不对等的话 迫着中国大陆开放这个社交媒体 都是有些作用的 但是开放的机会也是不大的 看来 那TikTok在美国的发展是怎样呢? 因为如果你看TikTok 它的发展真是惊人 它2016年9月至在中国 那里就单身的 那些短视频 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的 听说它用的人 根据调查 85%是24岁以下的 主要是将自己的短视频 上去 那样就 大家都很开心 那2017年呢 它在美国就 就发展得很快 在中国叫抖音 在国际版叫TikTok 它的下载量 在2017年就曾经试过 在美国市场里面 是若居第一位的 那它在日本、泰国、印尼、德国、法国 和俄罗斯 都是很popular的 很受到欢迎 在印度也是 它全球大概有8亿的用户 但是在美国大概有1亿都不到 在印度就有1亿2千万 那如果印度和美国都没有的话 就是不用的话 那它将会是损失了大概2亿的 25%的用户 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因为印度真的 美国只是禁锁 这种情况 美国是一个效应 很可能就连锁反应 现在说的是国家安全 不只是其他竞争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TikTok要怎样应对目前的困境呢 TikTok已经自己震腾腾的了 它好知道在美国 它迟早被人封杀的了 那它最明显的一个 对美国效忠的一个举动 就是在港版国安法 一般报的一个星期之后 就马上就宣布 TikTok 就是这个所谓的抖音的海外版 全面撤出香港市场 那为什么它要撤出呢 那当然就是怕中共要逼它 去拿它用户的资料 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就不用做了 就不用玩了 在美国被人知道了之后 你就不用玩了 那所以它为了迎合这种潮流 为了避炎 所以它已经迅速地宣布撤出香港了 那就一而再再而三 它们的CEO都出来说 我们是全部的资料在美国 那些资料留在美国 我们是很保护这个 我们的用户的安全 又透明 说很多东西 不过没有人信他 没有人信他的CEO说话 为什么 CEO说话都没有人信 这个没有人信他 就认了蓬佩奥在尼克逊 他的图书馆里面远港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对中共你要不信 然后再核实 他说以前我们对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做法 是我信然后核实 但中共就不行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不信之后还要核实 这个就认了蓬佩奥所说的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微软 Microsoft 就是在接合 想用一些钱 就买了它回来 大概现在它的市值 是500亿美金 但微软可以用少一点的钱 二三百亿可能都买到了 它非常之积极 它很想 因为在美国都有成亿 一亿用户 它买过来之后 它就会壮大得很紧要 但是微软最新的消息 我看到是9月15日 就得到川普找他 就要和TikTok谈出一个所以言出来的了 微软就说了 它说它的谈判就不在美国的 不仅在美国 在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都说了 如果它买就买了这些地区的 我知道在TikTok 日本也是在说要禁TikTok的 我无意中想到一些社交媒体的 日本的网友交流的部分 看到原来日本也是非常不相信TikTok 还有还要立法的 澳洲也有同样的情况 所以TikTok也是国家老鼠 主要的国家也不想的 你想想如果微软真的买到了 在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还有日本 印度已经排除了 这些国家都不再用TikTok 要改用微软买到的公司 以后叫什么不知道 你说其他的其他的国家 譬如法国、德国 这些国家还会不会是用呢 这个也是很成问题 这种情况是非常之似华为的 真是兵败如山倒 在华为之后 这个TikTok 也是走上同一个命运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和中共走在一起的话 你是不能走的 因为它的国家安全法 中共本身的国家安全法 都说得很清楚 任何的这些机构 都有这个义务 机构或者个人 都有义务在中共的要求之下 将他们搜集到的讯息 是无条件奉献给中共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 一听到你是和中共有关 没有人再相信的了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是在这个谈判期间 我们看看到9月15日 会有什么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 从TikTok来说 就拿回多少钱 多少都好 好过没有 起码就拿回二三百亿 其实如果真的二三百亿的话 都不是小钱的了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 他们和微软的谈判 因为微软一向以来 给人的印象 都和中共走得很近的 如果只是微软和TikTok去谈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留有后患 就是现在这个谈判 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在监视着的 就是它不是让你自由两个 TikTok去自己自由谈判 是这个CFIUS 就是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它是监管整个谈判的过程 这样就有些保障了 美国政府来监督它的谈判过程 或者谈判内容的话 那对美国的安全来说 国家安全 是有相当大的保障 好吗 这个就是TikTok的情况 TikTok的情况和华为很相似 就是川普有两个做法 如果谈判不成功 它一旦将它放在外国实体名单 那就死定了 这个外国实体名单 就变成了美国公司 几乎都不可能再收购TikTok 另外一个就是发行政命令 它发行政命令 就禁了它 所以大权就在川普手里面 这个就是TikTok 而微信呢 那我们就 很多移民 就未必是24岁以下 所以又不是好玩TikTok 但微信真的太多人用了 你查到的信息 微信主要是哪些人用呢 尺头的估计 可能除了不懂中文的人 基本上所有的华人都会用的 那微信呢 就是什么人用呢 如果是土生土长的 华人都不会用的 他们太多东西选择了 他们有Facebook WhatsApp 那么多东西 他们不用用微信 主要就是那些中国的 出到来海外的移民 或者是东南亚籍的中国人 我们现在说的是 东南亚住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住的中国人 现在都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们有时觉得 为什么马来西亚 印尼那些华人 他们说的东西这么像五毛 真是清一色的 真的很惊人的 你有时真是很震惊的 发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五毛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 原来他们 只是用微信 就是主要用微信 中国来的华人 在海外都是用微信 又因为很多原因 因为微信 可以和中国大陆的亲人 可以沟通 因为中国大陆什么都禁 你不用微信 都不知道用什么 你想和家人聊两句 你不用微信 你不知道用什么 就好了 另外就是很多华人 来到海外 他就比较是 喜欢用中文 有很多他 因为他很熟悉这个软件 也都微信用的 说的东西 或者他们的公众号 发出的一些讯息 好像中国大陆的媒体 他们觉得很舒服 就是听听下 他觉得很舒服 听微信就觉得自己 他虽然在异乡 但是能够得到 所有全世界的讯息 你会发觉很奇怪 美国的讯息 他会在微信那里拿的 他不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或者主流媒体里面 都有英文 有中文 有华文 他不会的 所以这些都是形成了 微信就是在华人里面 也都包括很多的 香港的来了很久的华人 他们都是很接受微信的 所以你会发觉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观点 是跟中国大陆的媒体很相似 因为他们就是看那些东西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他们相当于看中国大陆的 CCTV的新闻联播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完全是这样的状态 微信公众号 可以说是滲透了一个很主要的渠道 大家都知道 他很多时候就说中国的政策 他们的趣闻 他们的时事 也都经常说一些 是以中国人的视觉和价值观去判断的一些外国新闻 比如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黑人命贵 美国的情况 他就觉得全美国很乱 乱得很紧 全美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或者就是说 就是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疫情 当然也是相当严重 但美国也是非常之透明的 他没有隐瞒什么 死了多少人 他没有隐瞒 什么都没有隐瞒 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 他不会说这一点 他就会说 哇 美国不行 他们的医疗系统崩溃 他们的防疫设施 是完全不及中共 不及中国 是吧 他们被养老院里面 任得那些老人家死 他们个个人都不理 同样东西 他会是完全扭曲的 在美国的华人看微信 他就看到那些东西 是吗 是这样吗 因为石头已经很久没有用微信 所以就不太清楚了 那这边美国的主流媒体 他们就没有看了 是吧 主流的说些什么 他们不知道 所以中共是用来控制 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另外也有很多假讯息 很多集中的假讯息 什么假讯息都有 或者是半真半假 全部假你更容易看到 半真半假些 你就觉得很麻烦 真是很难分辨 假讯息的石头知道 因为家里有些人在用 之前刚刚在中国大陆出现疫情的时候 美国支援了中国大陆不少东西 当时传出来的消息 竟然说美国什么都没有支持过 但是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已经在他自己的推特上 也在国务院的网站上 甚至乎在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馆的网站上 都已经有送物资去中国的飞机上机的情况 但是那个内容说 美国什么都没有做 一分钱都没有捐过的 那个内容 就不断在微信上边传的 所以这一样东西我是知道的 听一个网友说 一些信息是有目的的 还有有组织的 两个小时 全世界的华人用微信的都收到了 两个小时 没有走鸡的 快得这么紧要 所以这些微信都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实在是对美国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 真的影响很大 不单止是影响美国 因为你刚才说的 全球的华人都在用 对所有的华人其实影响都挺大的 看来美国要认真对待是必要的 我亦都想说一个例子 就是德国之星今天报道的 就是那些人是怎么用微信来打击当地的社会 德国之星今天就说澳洲的南威尔士大学 有位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要联合国派遣一些特别的人去看着香港的政治生态 不要让香港的政治生态这么快的萎缩和人权受到保障 那这个文章一出有学生看到了 那他们就立即用微信 就是通风补讯 那就要大家 要大学方撤消这篇文章 而且就是要校方道歉 有一位在中国大陆的律师 他曾经就在这间大学里面毕业的 他就是夸扬地教老 教那些仍然在这间学校读书的大学生 怎样去扭到这个大学做到那两样东西 就是将这篇文章下架 然后要向中国学生道歉 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们全部用微信海外外 万众一心地去搞这间大学 那这间大学在这个压力之下 就两度真的下架 两天而已 两度下架 但最终又上架 上架下架 通常的程序都是这样的 情况都是这样 但这里可以说得出 很清楚地说得出 就是这个微信 其实是中共动员他们的学生 还在中国里面操控这种 你说它自然发生也好 洗脑倒个地步 他都不需要什么组织去要求去做 但是他们就是用这种直接 或者间接方式去操控 这些学生在其他国家 去怎样去彰显中共的价值观 去怎样打击异己 怎样洗脑怎样宣传 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就是微信的审查方式 他们有很多研究报告 不外乎就是图片的审查 意思是海外有图片 你发出去 比如说反送中的有一个抗争者 他非常之勇武的 大家觉得他好像英雄那样 一张照片 你发出去之后 在中国大陆是收不到的 但是在海外发照片的人 看到的 他看到的 他还以为发出去 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收不到的 这些图片检查 然后就是文字的检查 在海外发出之后 他会监控到你们 海外的微信用户之间的联络 而且根据你们互相之间 发的图片或者文字 他会搜集到一些敏感词 然后用这些敏感词拿回中国 去训练他们的五毛专家 然后就将这些敏感词或者敏感照片 放入了在中国大陆的 禁用的敏感库里面 就是用这些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 他不但拿你的资料 他还要禁你用的东西 利用你用的东西 来训练中国大陆的五毛 和加强他们禁用的图书馆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微信真是很大的问题 这两样东西 我觉得美国 他们一定会很有决心去做 没有想到就是Zoom 大家都知道 社交媒体就是专门开会的 特别是这个有疫情在海外 都很厉害的时候 很多人不用上班 在家里上班 就用Zoom来开会 很多的学校也都用Zoom来教学 就是突然间他的用户 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七十那么厉害 正是方兴未挨 但是这个Zoom越来越发展得好的时候 就爆出他原来他那个创办人 叫做袁征征征征 他本人是在中国来的 他是碩士和学士在中国毕业的 然后他来到美国 就拿了一个MBA的学位 跟着他就创办了这个Zoom 他的团队大部分在中国的 他虽然自称是一个美国公司 但是他的团队大部分在中国 爆出他是有问题的 就是在今年的六四的时候 他的用户里面 他就有一个用户 他在平台里面 举办了一个六四纪年晚会 结果他的账号被取消 那时候就爆出来 Zoom是否有问题 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就反馈 他就说这个Zoom 常常都有一些色情的视频 彈出来的 海海下会 突然有色情的视频 连小学幼稚园 在教学的时候 都会有这些色情的视频 再加上Zoom自己也都承认 他们是曾经不小心地将会议的过程 通过中国的服务器 就传回去中国 所以你知这件事 其实都是很受争议 但是就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袁晶自己 今天就宣布 他们就是会停止向中国大陆客户 直接销售新产品和升级产品 而这项政策 将于2020年的8月23日生效 所以大家都大吃一惊 表示就是对党忠诚和对钱忠诚之间 袁晶作了一个选择 他知道TikTok走 他迟早都死了 应该是被监控的重点的一个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如自己就先断了中国的市场 先走了 所以我刚开始说了 为什么说是一个社交媒体 科技界的一个去中国化 这个已经成为趋势了 任何碰到中共的都死了 要死呢 要么你就自己马上出来 看还有没有能够 都未必能够够的 但如果你还黏起来 就一定没得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很大的事 一件不是小的事 因为它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世界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我不知道曾经利用这些社交媒体 发表反美言论的人 又或者是转载反美言论的人 会不会被有关部门约谈呢 尤其是那些非常活跃的人呢 石头不知道 因为我只不过是想到这里 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要自己小心 自己要自觉一点 现在在美国这里 正如路桥说的 是去中共化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要做一个 守本分的华人 在这边 这样才应该安心的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也说得很清楚了 中共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华人和中共更加不一样 美国政府也认识到的了 那么我们自己的华人 会不会也认识到呢 石头这里没有任何的表态 自己去做判断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拜拜